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两天这个菌子比较少 不容易找 来太早了也没多大意义 这菌主要还是以捡甘巴菌为主 前两天那个甘巴菌生活还是非常不错的 今天我们继续到老卧子里面去看 这个甘巴菌还是认了个卧子的 我到时候已经跑到那上面去了 我们赶快去追上它 朋友们 开疆了 开疆了 才刚上来立马就发现一柄商服卷 挺嫩的 还不错 开门红 过来旁边一点点 又有发现了 都挺大的 这里也还有 哇 好货好货 朋友们 这里找到了甘巴菌 三饼 都在一块 这个甘巴菌嘛 特别的值钱 回家以后 我们把这个甘巴清理的干干净净 才拿去卖的 前面这里 一看到这个红色的甘巴菌 不知道朋友们也没见过 这个甘巴菌稍微带点点红色 它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甘巴菌就没也带点灰色的甘巴菌值钱了 只要才五六十块钱 一公斤就买的到 味道也没那个香 前面这里也还有 我们给它拿着去 又看到了这个黄红黄红的商服卷了 前面这里松马高高的 我们看看是什么卷 是不是好货 哇 大红卷一朵 哎呀 可惜都已经坏掉了 来往了 这就不能用了 哇 这一并商服卷也太大了吧 这么大一并 非常的漂亮 这个树桩下面白白的 发开看一下 这个是甲青头 米汤菌一朵 好肥 前面这里叶子高高的 我们看一下什么地方 也是多了个脚青头 这个地方黄黄的 看着点像那个奶将卷 应该是奶将卷这个 嗯 奶将卷也多 旁边这里也有 是不是啊 看到非常的像 不过那狗老鼠看一下 前面白白的这里 发现了一个是沙老帮 嗯 两个 能好好地挖 这个沙老帮嘛 用来杀干菌 炖鸡 这个老屋子里面 又看到了这个干巴菌了 这个可以拿着 前面白白的这里 又有发现了 长到一个松球上面去了 这个咬还可以 很旺 这个草丛里面 绿绿的 这个一看就是一朵这个青头卷 这颜色还挺深的 过来旁边一点点 又看到了一朵 像这个青头卷嘛 一般都是几朵几朵 竖在一起的 很少有单独一朵的 发现好货了发现好货了 好红的这里 大红卷一朵 这个颜色也相当正宗啊 白白的这里又有发现 干巴菌 在那个松球上面 这个咬还可以 这个树桩跟脚 又看到了一柄这个商福卷 还挺大的 今天就连续找了好几柄商福卷了 哇 朋友们 干得火湿了 你看 这么大一柄这个钢巴菌 好肥啊 像我们吃的话就比较喜欢 弄这个大脸的 这样清理起来特别的容易 旁边这里 这里 这里还有一柄 像那个干巴菌嘛 它也是喜欢极柄极柄的栽起 抓堆出 哇 远远的就看到这个绿绿的 这个一看就是一朵青头卷 非常的肥啊 这一朵 青头卷把青草炖炖出来 味道都可以 朋友们 干到了干到了 前面就发现了个香梅头 松马顶的这么高 至少有两朵 一朵勾勾 哇 好大好大 太半长了这两朵 精品好货 这一朵至少也半公斤多 特别的沉啊 实在实在 把窝子盖回去 继续保持这个运气 这个糖梨果树下面 又看到了这个青头卷 还是朵小咕咕 黄黄在这里 看到一朵这个小白卷 小白卷 悲土卷 前面黄黄在这里 又看到了这个钢巴卷 这个是我们前九盖着的了 那个水它开始盖着 过了旁边一点点 又看到了 钢巴菌也是 一顶的粘在地上 这一顶还挺肥 这个光溜溜的地方 又看到了这个沙老包 老吴皮 老人头 说的都是一样的 哎呀 这个一点点开盘了 两朵 这个草层里面 又发现了 这个是那个小白卷 这里一朵 过了旁边这里 光溜溜在这里 又是一朵 都是小白卷 这个小白卷味道也还可以 挺好吃的 又看到了又看到了 在这里又发现了一个沙老包 终于发现好货了 松麻高高的这里 又看到了这个小白卷 这个小白卷特别的明显 终于带一点点米黄色 终于展示白色的 又看到了 这个草丛下面 终于发现好货了 这个一看就是一朵白葱卷 卷感黄黄的 白葱卷 白牛肝卷 除了都是这个 这两天比较少了 这个草丛里面又有发现了 看什么卷 这个是露水鸡粥 露水鸡粥朋友们也没吃过 味道嘛一般般也还可以 这个草丛里面黄黄的 好多小蚊子在这里种 看着还挺肥的 核桃卷一朵 过了旁边一点点 又看到一朵 这个也是核桃卷 蚊子比较喜欢种核桃卷的 这个里子像这个样子就是嫩的了 这个光溜溜溜的地方 又看到松毛高高的 隐隐于又看到圈子了 核桃卷多 还挺会隐藏的 这个草丛里面又看到了 看着还不错 哇 怎么是这个苦牛肝卷啊 这个卷帽原来忘过来挺像的 这个不要的 这棵树下面 松毛顶的高高的 已经看到圈子了 三朵 这里一朵 这里一朵 然后这里一朵 还可以 这个是小白卷 前面这里松毛高高的 有可能是好货 也有可能是毒卷 我拔开看一下 希望是好货吧 也是两朵小白卷 小白卷嘛 也还可以 好肥的一朵这个甲青头 非常的漂亮 又看到了一朵这个甲青头 还挺肥 菌干的这么粗 这个甲青头和那个 胭脂卷小白卷 都是十来块钱公斤 不管钱啊 在这个路边 看到了这个胭脂卷 还挺累的 看着还 哎呀 这个天气一定点干啊 都不好扒起来 好兄妹 现在在这里休息一下 给大家看看收获 今天的这个收获嘛 太让人让人足迹了 连昨天一般都没找到 昨天那个收获相当不错的 今天居然才找到这一点点 所以说找就嘛 还是得看运气 运气好的话 你就多找一点 运气不好的话就有可能 什么都找不到 虽然说找的比较少嘛 但是也还是找几多好户了 最板着的就是个虾梅头 两大个虾梅头 两多虾梅头嘛 可能只过四五十块钱了 非常地重 很香的 还找了几个刷脑包 夹青头 白葱卷找了一朵 这个刷脑包也叫薄皮卷老人头 味道嘛也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这边通常把它喜欢 用了刷干卷炖鸡 相当的不错 青头卷一找到一点点了 今天这个青头卷 像这个青头卷嘛 在我们这边 只能算是普通点的卷子 谈不上好过 味道嘛也还行 勉勉强强吧 结果用了煮汤还可以 现在我们就回家了吧 今天的视频就和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